台湾的女孩 你如果真的想要去看 台灣的民主 那你應該是去街頭上去看 之前就是 我的文章在網上 就是被大家看到了之後 就是一回去馬上 他都有關部門找喝茶 而且是我每個學期回去 他都會找我喝茶 其實就是造成你心裡 一種恐怖 這個出現在今年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女孩 叫做蔡博毅 她是七年前來台留學的陸生 在紀錄片中和陳薇婷同為主角之一 這位紀錄片導演傅宇 在金馬獎發表台獨言論 也讓蔡博毅遭到網路言語霸凌 傳了中國網友圍剿的對象 大批中國網友到蔡博毅的微博 除了以不雅自言辱罵她之外 甚至說她數點忘祖非你莫屬 留在台灣不要回來了等等 又之前詞漢與戲 一個比一個還激進 而蔡博毅出身甘肅省蘭州市 來台留學後 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2012年因為出版 我在台灣我正青春 第一屆陸生來台求學技師而出名 2014年參選代教大學學生會長 而引發爭議 不過目前蔡博毅對這些攻擊 都沒有回應